这个月以后华航才传出有乘客谎报自己的行李有炸弹 而不到一个礼拜前天一架从台北飞洛杉矶的华航班机 又有乘客谎称行李有枪 虽然最后发现是谎报 不过因为事关非安 所以华航不排除向这位乘客求查 这个月7号华航CI-08班机由台北飞往洛杉矶的途中 一名阳性男子突然向空服员表示 自己的随身行李有枪 空服员立刻通报随机广播要求所有旅客不得触碰随身行李 班机落地之后阳性男子被带走甄讯 虽然事后证明他是谎报 但是已经造成机上339名旅客虚惊一场 等飞机落地之后呢 我们立刻请地行人通知洛杉矶的警察 上来把这个旅客给带走 只要有任何这种威胁飞行安全的 言行举止出现的话 我们华航都会采用最严谨的态度来处理 尽管班机没有因此延误 不过华航表示 这名旅客行为严重影响飞安 将它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未来不得搭乘华航班机 其实这已经是最近华航发生的第二起 空中谎报事件 这个月一号华航飞往上海的班机 68岁的乘客林南海 也向空服员谎称行李中有炸弹 班机紧急转降杭州 延误六个多小时 一连两起空中惊魂 幸好最后证实都是谎报 但华航特别发出声明稿 不管旅客动机为何 是否只是开玩笑 只要接到类似通报 一律视为飞安重大案件 而依照现行民航法 旅客散布危害飞安的不实讯息 可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外 华航也不排除另外提出民事求偿 记者学家长翔翔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